中国跳水队参加了今年杭州亚运会的比赛,在杭州亚运会的赛场上,中国跳水队表现得非常强势,尤其是在女子项目上,中国跳水队拥有两位非常厉害的天才型运动员,她们就是全红禅和陈玉希,这两个小姑娘你争我夺,为大家贡献了精彩的比赛,并且书写了新的历史。 全红禅是人气最高的运动员,小姑娘非常受大家关注。全红禅出生农村,虽然家庭条件不怎么样,但全红禅凭借自己的努力登上了奥运会冠军的领奖台。 在这次杭州亚运会的赛场上,全红禅也获得了女子担任和双人十米跳台的冠军,夺得两枚金牌的全红禅风光无限,成为了大家关注的焦点。 大家发现全红禅一个非常有意思的特点,那就是非常喜欢一些小挂饰,尤其是一些小乌龟挂件更受到了全红禅的喜爱。 在杭州亚运会的赛场上,全红禅的书包上挂满了这样的小玩偶。 最近一段时间,全红禅已经没有比赛了,不过全红禅的书包却引起了大家的关注。 全红禅的歌叫全红禅出生的,带住了,他出差的日子,而全红禅背包上的玩偶非常抢劲, 应该是全红禅把他的小挂件都送给了哥哥。 其实,全红禅从小就很喜欢收集玩偶,尤其是小乌龟挂件非常受全红禅喜欢。 看到全静华的背包上也挂着这些玩偶,有的网友产生了疑问,难道全红禅把这些东西送给了哥哥吗? 全红禅的哥哥和全红禅的感情非常好,如果全红禅把这些东西送给哥哥,估计哥哥也非常开心。 不过,目前来看兄妹两个人都有各自的事情要做,他们肯定会把更多的精力放在自己的世上。 希望全红禅兄妹在接下来的人生道路上走得更加坚实,活出新的自我。 看到天才少女全红禅成为了中国跳水队的领军人物,大家都为全红禅感到高兴,也希望全红禅在未来的世界大赛上获得更多的好成绩。 粉丝们会继续为全红禅加油,相信天才少女全红禅一定能够走得更远。 期待着在未来的大赛上,全红禅能够创造新的奇迹。 全红禅父母皆是普通农民,靠着吉姆小果园养活一家人。 母亲还因为车祸,留下了残疾,可以说之前全家人都靠其父亲在支撑。 如今,随着全红禅在跳水界脱颖而出,以及弟弟、妹妹一个接一个踏进了跳水行业,整个家庭的生活质量得到了翻天覆地的改变。 全爸全妈们可以真正享受儿女的这份福气了,如果将来弟弟妹妹也能获得奥运冠军, 那么必将成为一段佳话。